经过深思熟悠 我 作为一个每个组织的与别人 哎呦 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吧 这电视机看完一定要拔插头的好看了 诶 能哭哭 这不拔插头一年后电五百多度嘞 哎 这你就不懂吧 电视关系根本就不耗电 你看 就算不拔插头 现在耗电也采零点三万 每个月 采零点二度电 其实啊 只要不可 要的重视 待机工具都不超过零点五万 每个月的电费 最多最多 哎 两毛钱 两毛钱不是钱的了 再说了 这长时间插的电 电视肯定有瓦克的呀 这你又不懂了吧 频繁拔插头 电视更容易坏 看 屏幕熄了以后 还要14秒钟才完全关机 这个时候拔插头 就好比突然停电 这电视啊 哎 我在才挂呢 现在的电视和手机一样 分为关屏和关机 到数人只是关了屏 系统还在运行 看 功耗还有6到8万 一个月多了不起块钱 别关注 怕你上瘾啊